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要上課了 又是歷史重演了嗎 老師已經說過了 五月份的時候 進入五月份 你操作台股一定要保守 資金配置要稍微收斂一點 好大盤今天似乎這個就是重演 再度上演多殺多的戲碼 昨天疲弱的面板今天繼續殺 航運股今天也全部都沉船 手握面板 航運的人到底現在該怎麼辦呢 歡迎今天來同學會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分析師王建文 王伯豪 明君好 同學們大家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鄧尚偉老師好 明君午安 全國同學大家午安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翁世俊 世俊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兩天從昨天禮拜一到禮拜二 台北股市真的是大怒神 而且是一路的往下 這兩天大盤最多跌了800點 今天盤中一度跌了575點 指數震盪就超過了680點 指數不但破了萬七 今天也跌破了月線的支撐 今天一度這個量早盤我看 預估超過8000億元 最後的成交量是6642億 一樣創下歷史的新天亮 昨天上市跟上櫃的融資 也開始跑出來了 開始逃命了嗎 昨天上市為融資加起來 砍了71億 今天恐慌性的沙盤 船產就開始補跌了 鋼鐵也大跌 航運也沉船 但是電子大哥 還好有回來穩住軍心 台積電沒有跌撐盤 連電連續跌了三天 今天只跌反彈 電子股可以順勢接棒 來撐住盤面的人氣嗎 好 今天大盤情順順 等一下問一下王伯怎麼樣來操作 可是逆勢抗疊的個股 真的很了不起 其實為什麼今天大盤這麼正 有一些個股可以逆勢抗疊呢 技術面早就已經洩漏天機了 今天逆勢抗疊的電子股 也不是說你檔檔都可以減 鄧少偉老師要從技術面 幫大家去去無存經 本土法人昨天才把這個 航運三雄的陽明喊到三位數以上 怎麼一邊喊股票呢 看多一邊還賣股票呢 明明BDI指數昨天再創下新高 可是今天盤面上 散裝船運全面都下殺 可是市郡告訴大家要關注陽明 陽明今天也是大跌 可是有守住五日線 爆出了79萬張的天亮 那天亮之後還可以期待有天價嗎 我要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王伯 有沒有見好多人跟你說 叫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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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講呢 五月份一開始 其實上個禮拜王伯就告訴大家 五月份的操作難度有一點點高 因為有這個大股都賣稅 賣股繳稅的這個干擾在 可沒想到這五月才過兩天 這大盤的洗刷刷 讓大家股民們心臟都快受不了了 昨天跟今天喔 盤中最多加起來跌了八百點 這台股到底五月天該怎麼辦呢 我們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分時走勢圖喔 一度呢早盤開小高之後就往下殺 最低呢是來到一六六四七 在十點四十三分左右 那時候好多什麼電子傳產全模 都打到跌停板 拼人命的狂砍股票嘛 怕會崩盤 可是沒有想到呢 其實我們的電子全值股呢 沒有跌的喔 在這個電子全值股穩盤之下呢 盤中的時候呢 這個跌點開始收斂 今天呢早盤預估量是超過八千億元 尾盤呢是收在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點 跌破了萬七 今天尾盤是跌了兩百八十八點 成交金額六六四二 我們一直在見證歷史 這個節目開播之後 又創下史上的第一天量 那今天盤中的震盪幅度真的很大 是六百八十點 下跌這個加數有九百七十加 上漲只有一百二十一加 人家說今天有最新的這個用語 叫體感跌幅啦 其實呢大概跌了五六百點 好像跌了千點一樣 因為真的是你手上股票 一下子鄉民說 他的帳面的損失一下子暴增三倍喔 那從K線來看喔 王波我們昨天才講 大盤回補缺寇可能會稍微震 可是今天又一個向下的這個黑K棒喔 你怎麼看呢今天大盤的狀況 我想問第一個就是說 台北股市今天指數跌破了萬七 也跌破了這個紫紅色這條的月線支撐囉 代量往下殺到底跌夠了沒 好的那個真的不誇張啦 那個群組裡面真的盤裝喔 早上沒事 早上沒事突然怎麼樣 這十點這個 突然這一段 這一段的時候突然怎麼樣 突然 好多同學就在那個群組裡面 一直問問你 問你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對啊會嚇死啦 其實喔 要遇到的也是會遇到 要遇到的 因為我之前有時候跟同學們講說 如果那個所謂的當衝隔日衝 還是這麼多的話 那很可能怎麼樣 很可能還是會有多殺多 其實這一段喔 大概比較意外就是說 早上是往上 早上網上大家以為沒什麼事嘛 後來開始殺 殺了一段之後又一段 那這時候就有傳出一些啦 比方說那個城市交易的停損 或者是那個券商的那個停損賣壓出來 然後就一路的往下殺了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所謂 體感跌幅 可是我覺得形容得很貼切 對 因為你會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我們就把這個結構好好的看一看 其實在上個禮拜我們就提到了 提到說這裡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對 稍微震盪 那你有沒有發覺說 今天的黑黑棒下來之後 剛好什麼 剛好跌破所謂的月均線之後 剛好這裡有一個啦 有沒有 其實之前已經發生過一次了 這應該就是 4月14號那一天 4月14號 然後4月14號之後 其實如果你在對過來 這邊有一個缺口 4月14號是封閉缺口 今天怎麼樣 今天也差一點要封閉這個缺口 也就是說這邊一個缺口 這邊一個缺口 這邊一個缺口 那那個鄧老師不是跟你們講說 三個缺口 對 三個缺口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這樣對過來封閉 已經回到這個缺口附近的話 你說會不會再回到這個缺口 我怕欸 機會可能不大 好 機會可能不大 而且怎麼樣 而且這個所謂的那個成交量 也都殺出來了 近等剛 我仔細算了一下 台灣股票市場四月份 大概漲了一千多點 對 這兩天幾乎都把它跌完 對差不多 因為這兩天就大概八百點 就不見了 才兩天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像今天我跟很多同學講的 那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你一定要先穩住 你要先了解一下大盤的一個結構 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 我們來看一下2303的聯電 2303的聯電 我們上個禮拜一直提醒同學 要先走 對 對 因為這裡包含像ADR沒有創高 法說會之前創高 對 然後ADR沒有同步創高 我們就 不管是我的看法也好 或鄧老師他用技術分析來好 這裡都是應該要走 然後你知道嗎 今天殺下來 今天是灌破所謂的季線 對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今天在殺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大盤一路殺 他跟著殺 所以他賣在最低點 我跟你講跟著殺之後 他突然想一想不對 為什麼不對 他可能沒有仔細看同學會 他說跌破季線我在殺什麼殺 是 跌破季線我在殺 結果今天當然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因為聯電的一個走勢 是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那你這邊可能短線上會反彈 那反彈上面 這邊還是有一些均線的反壓站 所以你短線上就用反彈來做一個面對 所以同學們你現在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看你手中的股票 我覺得現在可能在1萬7 或者今天跌下來的過程當中 你那個股票的形態結構 你現在要搞清楚 老師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從聯電來舉例 今天聯電算是穩住這個電子全值股當中 蠻重要的工程之一 很重要 因為它是止跌反彈了 可另外一檔不能不忽視的就是這個 不能忽視就是這個台積電2330 它今天幾乎是沒有什麼跌 都穩在這個平盤附近 台積電今天穩盤了 讓這個台股的下影線拉出來 這個282點的下影線 國家隊有沒有進場的味道 好的 其實說真的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靠台積電 把指數整個撐上來 其實今天的台積電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今天台積電其實只是穩住 應該要更強 更強 更強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更強 其實就是我之前常跟同學們講 他進線是往下 你看這個形態 今天早上還破一個短低 再破短低可能就來到這裡了 570 所以這邊可能稍微撐住 但是撐住之後 這檔股票很重要是 除了攸關大盤之外 還攸關所謂的電子類股 那如果說在這邊能夠適度的 不要說我一口氣要站上 短天期均線之上 那這裡能夠稍微穩住的話 那對於大盤是有所謂的 穩定均線的作用 那是不是說 我們今天早上很多人在討論 我也看到很多的專家 有講說 那個電子這一波跌完了 然後那個資金要往傳產 我覺得這個言之過早 我還是要提醒同學們說 是不是今天的傳產補跌 然後那個電子有一些個股 從低檔上來 資金就往所謂的電子過去 還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傳產很多你隨便賣都是賺 是 傳產的線型架構還是多 但是電子的線型架構的話 你說包含像所謂的台積電也好 然後包含像 我們上個禮拜有特別提到 2454的聯發科 2454的聯發科 我跟同學們講 不是同學們說難做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券商當營業員 他有一個客戶 算大戶 聯發科大戶做股票 聽說這檔股票賠了五六千萬 連大戶都會失手 對 賠了五六千萬 這是事實 他說這檔股票怎麼會這樣 放了那麼天大的利多 放了天大的利多之後就這樣 停損 停損之後他結算一下 賠了五六千萬 所以現階段 我想同學們在操作 可能怎麼樣 可能要更小心 可能王柏的說法就是說 電子股還沒有看到就是 老大哥明顯回頭 只有說他先 大家把他呼叫出來 他先出來表個態而已 我想繼續問一下 王柏對大盤的看法 這兩天台北股是跌了800多 跌夠了嗎 今天才禮拜二 那明天你認為大盤的走勢 會怎麼走 要觀察哪些指標 是晚一點的美股嗎 因為感覺今天雅谷當中 台股是最弱的 最弱 其實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就看下一頁好 下一頁應該就 可以讓同學們更壓輕 其實大盤現在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在衝 不管是當衝也好 不管是隔日衝也好 所以這種所謂的那個 比較短線交易就非常盛行 那短線交易非常盛行 對大盤的走勢來講 它就會助長助跌 所以其實多殺多 我們也講過好幾次了 今天早上大家講多殺多 然後其實大家比較關心的是說 同學們想我殺過頭 殺過頭我就趕快去求高評 對啊 我是感覺 我是感覺有沒有殺過頭 如果今天的殺盤是這樣的話 的確有那個味道賽 那另外就是衝過頭了 當衝太旺了 太誇張了 我必須跟同學講說 其實我們都在學習 為什麼都在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 所以同學們你遇到這種狀況 特別是 特別是一些股市的新人 那個股市的新人 我就看他們這幾天 殺盡殺出 殺盡殺出 那今天應該有學到教訓了 但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學到教訓只是剛開始 但是如果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交易方式 在去年延伸上來是賺到錢的 他們還會這樣做 繼續這樣做 但是對於一些比較資深的同學 資深的同學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去 像這樣子衝來衝去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電子是不是要接棒 剛剛明君提到 打一個問號 對 我覺得打個問號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電子的專題 給同學們看 那今天把大哥呼叫出來了 可是還沒有真正騎得很遠 出馬了 不夠強 不夠強 你今天說台積電這樣 你說要大半 就因為電子這樣要去 我想我們就事論事 我們不能說只想安慰同學 還沒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上個禮拜 也跟同學們講到什麼 講到友達跟群創 好 那我們就來看友達跟群創 這個面板珊瑚今天還是弱 對 然後你看 我們也是在講聯電的時候 我們把友達群創拿出來講 我說如果法說之後 法說之前先掌 法說之後如果沒有驚訝 沒有驚訝可能會什麼 可能會做一個補碟 但是問題就是他補碟的過程當中 出了兩個訊息 所以產業大家還是要了解 拿兩個訊息 一個是蘇後合 蘇後合的調降 所謂的面板的報告 但是他看友達看355 如果我仔細看一下 今天收294 如果他的目標叫355 好像機會又來了 然後群創的目標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大陸的一個 增產的一個相關的消息 對 他們也要來擴產 面板的部分 我們來看這個友達跟群創 其實他集碟的過程當中 說真的啦 這種碟法 大家也全都疼了 心臟疼了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恢復 恢復起來 不用急 為什麼 因為你會去追 一定是看到消息都是利多 現在都是利空的話 又回到一個平台整理區 我反而認為說 短線上可能會反彈 但是我的看法沒有變 我昨天有跟同學們講說 如果我看群創跟友達 看面板的話 因為它還是有實質的獲利 是 還是賺錢的 對 還是賺錢 所以相關的數字 不會比一些所謂的 電子也好 或傳染 不會比較差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會反彈 但是反彈上來 我會站在什麼 我會站在條件一方 因為主要是產業的形態 結構改變 因為王博昨天提醒大家說 面板股連跌三天之後 短期可能會反彈 可是反彈是讓你逃命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環境有很大的威脅 因為中國大陸 這面板的最大對手 可能要來擴產了 那對面板後續的工序狀況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緩解 那面板珊瑚 要賺錢就沒這麼容易了嗎 我想請教這船產的部分 今天船產跳水跳得非常的嚴重 今天2002的衝鋼 一度打到跌停板 那這個呢 航運股的部分 三雄當中 其實昨天陽明是盤後公佈了財報 三月份就賺了2點多塊 預估低劑可以賺7塊錢 之前是預估法人說 他一年可能可以賺20塊錢 低劑就衝了7塊錢 利多出來了 可是今天 就真的出現利多不漲的情況 明明這個運價還在標 BDI指數也在網上 老師想問一下 真的是漲多的不要追了嗎 鋼鐵喔 連這麼大隻的中鋼都跌停了 鋼鐵好多隻小隻的也都跌停板了 那陽明出利多也是不漲 船產你說現在的電子跟船產主流呢 有異味還沒出來 可是已經長的開始弱了啊 那怎麼辦呢 我有點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該怎麼樣走 其實不是只有陽明這樣 我們看一下2609的陽明 我想等一下視訊大概會跟同學們講一下說陽明怎麼看 其實我昨天有講一檔股票 2103的那個台象 今天早上也很強啊 今天早上也很強啊 早很強結果怎麼樣 結果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就跟著大盤殺下來 那現在同學們你要想的是什麼 你要想的是說 有哪些是跟著大盤被帶下來的 如果說他的產業或他公司的獲利後面會上來 那跌下來是一個好的一個機會 應該是接的時候 所以我個人認為 不管是同學們很關心的 或者是2002中鋼 好多同學問中鋼 因為這是百萬網紅 對 百萬股民耶 好多同學都想說 那個所謂的中鋼怎麼樣 中鋼之前這樣漲 這樣漲之後然後整理 整理之後 我有跟同學們講說 我們可以等一下 看要不要做一個突破 那今天補跌了 我認為啦 我認為今天也是回撤所謂的20線 然後這個缺口也補了啦 那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這裡啦 這裡會不會馬上就是說反轉上來 這麼大股本的股票不會 但是我會什麼 我會找他的一個切入點 我會找他切入點 就是說如果還要大幅度的反彈 像之前這麼標的話 沒機會 因為股本太大了啦 但是說如果說 現階段呢 又已經回到月線的支撐 找反彈的話 短線短進短出 還是有獲利的機會的 那剛才王伯講到 今天呢這個台股大跌嘛 可是包含了聯電 只跌反彈 台基電也沒跌 我們的大力光 其實也沒有什麼在跌喔 現在天人交戰 為什麼呢 我到底是要去買喔 還在多頭格局 漲很多的傳產股 還是說呢 跌升的電子股 真的現在可以做一些佈局 其實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的同學 其實手中是套電子 對 因為今天盤中大跌的時候 其實電子傳產一起跌 那你就要開始選說 那我要減哪個族群 比較有機會 剛才明君提到的很重要 很多電子啊 你不管是那個 你只要不要追高啦 你今天早上 看到殺你去賣你都賺 只是說可能少賺一點 但是今天很多電子這樣殺下來 過程中 很多同學就有一個念頭出來了 像我那個朋友 他是砍聯電 砍完之後後悔 你是不是要賣啊 會不會有所謂的 對不對 那個盤中華人講說 會不會這樣子 帶量下殺 會不會有一些什麼風險出來 可是其他國家的股市好像還好 是啊 那現在就是說你要不要買還是要賣 那我覺得啦 我覺得台灣的電子類股 你還是要看 所謂的其他國外的聯動 第一個如果蘋果的話你要看 那個瓶蓋的話你要看蘋果 那你看那個蘋果的股價好像 好像短線上也是沒有特別強 然後另外就是什麼 另外就是廢城半導體 廢城半導體也破季線了 對啊 所以同學們在操作 我覺得就像我昨天舉的例子 我想半導體我們已經剛剛舉過台積電 聯電 聯發科 那像同學們最近都問蘋蓋 都問蘋蓋 都是一窩蜂全部都問蘋蓋 想說他都沒漲也該換他了吧 對 你看昨天我們講一檔股票3105的文貌 今天繼續破底 對 那昨天是硬把它拉上來 然後我說其實這樣硬拉沒有什麼意義 對 然後結果今天破底 然後那個我那個時候講說 如果落難勢君子 能夠轉強這個就機會 不然像2439的美律 對 2439的美律 今天一樣破底 那你想想看有同學跟我講說 我買在這裡這裡有沒有機會 其實你現在不是看這裡這裡 你現在應該看說 太遠了 現在怎麼現在能不能先站回這個平台 那如果說他還是 第一季只有角0.1的話 那你當初在操作可能什麼 可能視率不周 可能要做調整 6269的台郡 我想那個鴻海講過很多次 6269台郡也破底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其實 做電子 你還是要注意的細節很多 所以同學們很多問題 那我們這邊就盡量幫同學解答 對 好如果你手上有電子股 特別是平蓋股 報紙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話 有更多的問題 持股的操作可以加畫面上資訊 來好好的請教王博 今天台股當中 雖然說這個傳產電子 都疊得明明帽 可是有幾個族群幾個個股 是逆勢抗疊的 你看到逆勢抗疊股 你信仰想要買 並不是檔檔都可以減的 要從技術面來觀察 等一下趕快回來請教鄧上瑋老師 休息一下回來鎖定 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好不容易盼到四月份外資 有開始回補台股 可是昨天外資又開始站在賣方了 尤其期限貨是同步的做空 是我們來問一下 今天這個外資的動向 外資昨天的期貨的空單口數 是來到了3.6萬口 是近期的新高 連續五天都空單突破了3萬口 是不是外資現在對台股的看法 比較保守了呢 那其實很多的國內大咖 對於這兩天台股的震盪 都做出了最新的解讀 這是財政部長蘇建榮他說 不用擔心 台北股市有實體面的支撐 這的確是 低級GDP成長8.16% 短期波動是難免的沒有辦法避開 那幾個頭顧大佬也做出了最新的解讀 華南的董事長楚祥生是說 只跌要看IC設計跟電子有沒有回溫 那台新的黃文青是認為說 短線籌碼有一點亂 可能融資增太多了 資金要暫時退場 只跌要看月線融資跟成交量 那這第一金頭顧的這個董事長 陳奕光是認為說 他有看到一點點的反轉訊號 所以你現在操作股票要嚴守幾率 就是要看基本面 老師想問第一個問題 外資空單突破了3.6萬口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辦 籌碼部分 我們大家只討論說 融資增那麼多 籌碼很亂 可是又擔心說融資退太多 台股會人氣退場 昨天上市櫃融資 一下子砍了70多億 這到底是好還是壞 好的我想昨天融資減是好事 為什麼說是好事 各位看 這句話講得很清楚 叫短線籌碼亂 短線籌碼亂 那我們從大盤來看一下 這一根的低點 這一根的低點 4月14號 4月14號是16559 這一天的時候融資對下來 是2407億 結果衝到17709點的時候 融資到了2740億 增加了多少 333億 這一段漲多少 漲了1150點 這三天跌多少 我算過了 到今天的低點 這三天跌掉了1062點 也就是說我這一段時間 我漲了1150點 換算大盤的漲幅是漲6.94% 但是融資的增幅是13.8% 真的比大盤的漲幅還要多 對 所以他這句話講得很好 說短線籌碼亂 因為大家每天都看到一個消息 當充比很高 對 當充比很高 又加上融資增幅是大於 大盤的漲幅超過一倍 大盤漲1150點是漲6.94% 但是融資增加了333億 是增加了13.8% 所以你會發覺到 哇 漲了1150點 三天就跌回來了 所以他說這個波動很大 不是難免 是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要把融資減掉 老師要減多少 昨天砍了70幾億 今天應該還會再砍一些吧 還會再砍 今天又會砍更多 那融資至少要回到2500 才會安定 2500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天的時候 融資餘額是2407 那不可能再回到2407 那大概回到2500就好 那昨天融資餘額各位看到 這裡是2691 到2500還有191億 可能要再洗一下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盤面是選股不選市 那大盤你說完蛋了嗎 並沒有完蛋 是在洗籌碼 是在洗籌碼 我舉一檔個股 來 我們常講的2303的聯電 對 老師我記得 你昨天有提醒大家說 其實聯電 我們是從KD指標來看 KD指標如果說 有兩個買進的訊號 一個是KD指標出現黃金交叉 再者就是說 它跌到季線的時候可以買 我們可以再回到第一張嗎 對 好 第一張 來 我們來講這個 我當時是不是教各位 反轉訊號 對不對 我說這個叫做捷徑缺口 對 多頭走完了 這個叫做當日反轉 所以反轉訊號出現 所以短線要避開 包括友達群創 彩晶也一樣 你可以避開3天的下跌 是20幾% 買融資是斷頭的 對 這就在洗籌碼 好 那昨天我告訴各位 回到季線可以買 為什麼 各位這段時間 剛才大盤是融資增加333億 對不對 融資增幅13.8% 可是聯電這段時間 在下跌修正的過程當中 融資減很多 減了1萬多張 所以你如果問我說 聯電明天會反彈 會 昨天我就提醒各位 他來到季線這附近 就可以接 你不要買在這裡就好了 所以他這邊反彈 就會再來碰這個缺口 缺口這個地方 才會有壓力 所以短線上這一兩天 聯電就屬於反彈 屬於一個反彈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案例 老師今天盤面當中 當然是這大型的股票 有擔任穩盤的角色 那電子股當中 其實很多股票 是跌得比較深 有通到跌停板 可是有不少個股 相對大盤而言 今天是歷勢抗跌的 就是被動元件毒區 我今天在盤中 稍微看了一下 包含國具跟華新科 他們的跌幅都不算太重 也有可能是因為之前 就沒漲 對 然後台慶哥跟和聲堂 股價表現就相對的穩健 如果說今天有一些 有電子資金的人 他看到被動元件 這一波段其實沒有什麼漲 今天大跌就還可以穩得住 想要買的話 我是都可以減嗎 還是說老師 我是要從今天 他比較強勢的表態的 一些個股來選 還是要從籌碼面 去做一些進出的依據呢 在技術面跟籌碼面 都要兼具 還記得在4月底的時候 我跟明君跟同學報告說 被動元件在等什麼 等季報公布 結果各位注意看 昨天他公布了 和聲堂公布了 再來這個是4月27號 他掛牌上櫃 從119開始飆 飆到180幾 所以他目前是電感的股王 那我說上個禮拜 4月底的時候 我說和聲堂跟他最有的比 為什麼 因為他去年賺8.31 他賺8007 可是股價有差 當時股價差40塊 對 然後呢 他公布了季報 他賺3.45 他告訴你一件事 我今年第一季就賺3.45 所以我今年要賺一個股本 機會很大 應該是白舊補的 對 那接下來就會變成 我跟他做一個比價 今天這個台青科 漲了8%多 但是和聲堂 漲了6% 我們來看一下線型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和聲堂的線型 對 記得我當時告訴各位 他這個地方 在做一個頭肩底 對 打了兩年的底 各位看得到 他全部站上均線了 好 那我們也教各位 KD指標在50交叉 是屬於網上的 還記得剛才第一章講什麼 那些董事長告訴你 要看月線 要看籌碼 為什麼 因為你要先看清楚 未來幾個月的大方向 所以在4月底的 我預告說 5月份的備弄元件不寂寞 但是等季報公布 那跌時重時 今天大盤洗刷600多點 你就看出來了 他公布季報很好 他照漲 今天漲6%多 所以你看 他的頭肩底型態出來了 基期又低 本益比又低 然後你看這裡 今天多交一個MACD 柱雙底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所以代表什麼 買盤是沒有間斷的 所以他非常有機會 在5月份各位去注油 他跟台慶科的比價 我們來看這邊3357 3357的台慶科 現在台慶科今天也是漲 可是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的線型是弱的 對 是被軍線壓著打 那回頭再看 3026的核生堂 3026核生堂 他是快要動了 今天是創的短線高 所以各位 他未來會有一個比價的動作 就是核生堂跟台慶科 會做一個比價的動作 對 因為等於就是說 因為他們兩家公司 其實去年賺的成績是差不多的 可是目前核生堂的股價 是落後台慶科 沒錯 所以在第一季季報 核生堂公布這麼亮眼之後 有機會展開一個比價的行情 是 這是對被動元件的觀察 老師你教大家 從這個K線的抽馬來找出說 是的 這個股價突破的心態 剛才這些董事長也有說到 台股要有指紋 要看IC設計 IC設計 我覺得今天有看到一點點訊號 像敦泰連續跌好多天之後 今天也回神了 對的 那IC設計的指標股 到底要看誰 好的 我想呢 今天為什麼會舉他做例子 他曾經來到一千塊 是 那同學們來舉一反三 我當時教各位說 當股價創新高 KD指標數字是越來越小 對 這個叫做KD指標的背離 那背離叫做反轉的訊號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就從一千塊反轉下來 如果你學會技術分析 在這一千塊 你又看到KD指標 這個K值都沒有大於前面 你不可能去追他的 可是你說一千塊 已經跌到四百多塊了 真的很低 來 你看這裡 MACD的柱狀底 這裡即將要交叉往下 各位 這個叫做月線 剛才董事長 也提到說要看月線 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先看懂 未來一個月的方向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 何生堂的月線是告訴 未來一個月我是站在多方 我是走多的 所以拉回來找買點 好 那這個告訴你說 未來一個月 這個叫死亡交叉 我是偏空的 所以你幹嘛 反彈要站在賣方 所以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種股票 反彈你是找賣點 像被動元件 拉回來是找買點 這一個月的方向 你都不會搞錯 所以老師看起來 這個月IC設計 還是會比較弱 以四星科為例 它還是會壓到 會有壓抑的 更重要是什麼 因為它去年賺13.61 股價飆到1000塊 各位這本益比幾倍 本益比太高了 本益比70幾倍 快80倍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盲目去追高人 就有風險 現在如果持有 四星KY的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有人買1000塊 有人買800塊 我400多個會見 我建議各位不要 還是不要 還是不要 因為這段修正時間 會有好幾個月 因為現在看到是月線 你至少要等它有直穩 否則的話 反彈再賣方 那真的要低接 被動元件 找季報公布出來 像很好的和聲堂 你反而很安心 怎麼拉回來買就好 找低接的 還是找之前 沒有漲太多的 足足被動元件 比較安全 從技術面來找買點的話 我記得上禮拜 老師幫我們提醒過一檔 當時你說 面板全創有的 財經不要追 可以看誰 從技術面來看 瑞軒之前是說 我還記得 他突破了長期的 下降壓力線 老師這邊 我們再幫大家好好的講一下 他今天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壓力他為什麼會漲停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他今天開高 還曾經打到盤下 因為大盤正在殺 那殺到盤下 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敢買 但是一般投資人是慌了 因為高地點的政府 有680一點 而且大家想說 面板股這麼長 我還去買面板 所以這個就是我告訴各位 會激起 再來他公佈季報是賺6塊 那很多說 因為他是處分的獲利是業外 但是各位看一下 本業也賺 本業第一季也成長五成 那最重要是什麼 各位去想 我已經公佈我EPS 我賺6塊第一季 雖然是有業外 但是我本業也成長51% 那最重要是現行告訴我們什麼 我這個地方各位看得懂嗎 所有均線都是開口往上 非常明顯 非常漂亮 所以他已經告訴說 我的月線告訴我 我這個月是往上供的 那你是不是要早買點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被動元件 何生堂為例已經告訴我 這個月就是走多頭 所以盤中有震盪有拉回 我就早點買 但是四星KY是告訴我 這個月我還在往下修正 反彈就要走 反彈你就站在賣方 這個就是技術分析的好處 他不會預設立場 你就照指標去執行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KD指標 也還在交叉往上 對 那我們來補充一下 看他的日線 好 你看日線也是這樣 對不對 日線也是爐指 然後他很清楚告訴你 明天 快要交叉囉 一開高他又交叉了 比如說我整理完之後 我還有續工的力道 對 所以今天他打到盤下 可以低階的人 今天可以賺超過一支停板 這就是選股的強弱的差異性 好 是鄧尚偉老師 針對這個技術面線型 包含從KD指標 MACT的柱狀體的大小 告訴您個股強弱的進出的點位 如果說對於現階段大盤難操作的話 你怎麼樣選比較安全的個股 可以歡迎加鄧尚偉老師的資訊 跟他好好的溝通聊一聊囉 好 大盤今天震盪 大家都說了 漲太多的你可能要換股了 可是五月份到底要換哪一些股票 如果說你想保守一點的話 哪一些族群還有機會 等一下回來繼續請教世俊 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今天震盪的幅度非常的大 好多頭症下出了心臟病盤中看到你的個股跌停了 真的好想要把它砍出來 可是真的有砍對時機點嗎 也許你可能做了錯誤的決定 那我想請教世俊喔 大盤連續三天其實是往下崩跌了 這兩天回檔的幅度很深 大盤什麼時候站到哪個點位 是有關鍵出現指紋的訊號 好 今天是有一點點出現指紋訊號 短線可能會反 因為那個下影線的關係嗎 對 下影線 而且它差不多跌到了這根K棒的底點 對 就是4月14號的底點 16592 你劃過來這邊 因為這邊有一個支撐嘛 那其實現在的格局已經轉了短空了啦 我們舊線論線 真的喔 舊線論線 轉短空喔 因為就我們之前的講法 就是說它只要跌破了這根K棒的底點 好 17055 好 破了 今天破嘛 攀中破嘛 對 收盤架破嘛 對 所以舊線論線它是破了 現在轉短空 假如說台股要轉強 就一個觀念 今天是爆天亮嘛 對 所以今天天亮的高點 叫做17328 要突破 它突破 它才會轉強 好 不然的話 現在就是短線反彈 那你反彈就要稍微調整持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幾天講的 好 那其實今天真的是走到了森林 那全部都綠的 對啊 這眼睛很好啦 對 全部都綠眼睛 可是很傷心 心情很不好 心情很差對不對 因為大部分米巴都在跌 對 好 那其實我們在 在前天 應該是說上禮拜四 好的 最後一告訴大家說 因為5月份本來就不好操作 對 畢竟台股漲多 上漲距離只有五成啊 嗯 就是過去十年來 五月份 再來現在報稅啊 電子股又是淡季 那沒有辦法 那其實昨天有個重要的關鍵 就是外資 對 剛才沒有好好的追問 對對對 外資期指空單3.6萬口 對 這歷史新高耶 對 沒有看過這樣的現象吧 沒有沒有 那怎麼辦 像我記得2014年的時候 那時候外資的空單有到 也是3.3萬口 對 那時候有差不多殺了500點 那現在位階不同啊 對 因為那時候可能是9000點 那現在是1萬7嘛 所以今天盤中光盤中 就殺了500多點吧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看 我剛看了一下資料 那我們最新資訊 外資是不是今天準 今天好像還是架空喔 我沒有看錯的話 還是架空 但是現貨是買超啦 你有看到嗎 對 目前我們那個導播時間 傳傳現貨是買超 但是怎麼解 對啊 真的假的 所以怎麼辦 那明天就反彈機率很高 所以馬上就說反彈機率很高 對 反彈我們非常即時掌握 就是這麼即時掌握 好 明天有機會反彈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 外資專門上面有機會反彈 好 那我策略是這樣子 利用反彈減碼 因為反彈減碼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 因為我們在前幾天告訴大家 池骨要降到五成 對 然後你剩下的你做短線 因為你現在池骨太多 你會怕 你看今天這樣煞下來 萬一你砍在地板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世俊 說反彈要減碼之後 可是這樣這一波很強的 航運跟鋼鐵 到底是說 你認為看到轉弱的訊號 還是它今天是被錯殺 被大盤拖累 我覺得今天是被錯殺 可是要經過整理了 要整理了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像今天這樣跌 你是投資人 然後你是法人 元氣都傷了一大半 你是法人 你會先砍什麼股票 賺錢 先砍賺錢的股票 對不對 那航運 鋼鐵 他們隨便賣都賺 對不對 那他們會去賣 航運 賣鋼鐵 然後可能會去低階 跌身的電子 雖說他們可能會 就是獲利的部分會先砍出 但是未來的展望看法 還是不變的 因為我們看一下 其實這一波對航運股 非常樂觀的 就是宏遠投顧 宏遠我們昨天還講 他把陽明喊到137塊 可是宏遠 其中一個分點 昨天是賣超了三千多張 所以代表說今天投信 可能在這個地方 都有一點點的居高思維 可是想問一下市郡 BDI指數還在創高 對 可是你就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字卡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 很完整的退場訊號 就是說你真的要退出了 我們先看就是 上個月最強的三個族群 航運 鋼鐵 面板 好 三個 今天都有 最強的 他先弱了 面板先轉落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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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鋼鐵 鋼鐵其實昨天就不強了 好 現在先用航運 今天換他 對 現在換航運 指標股看陽明 2609陽明 其實陽明我們的操作策略 已經跟各位講得很清楚了 好 目標當然是 100對不對 對 我們講三位數 因為你只要到三位數 他一定有壓力 但是今天 爆79萬張的大量 對 短線要整理 我跟你講你手中有的 很簡單 我們講過這種 標股的策略 就是說你手中有 破股日線 隔天站不回來你就砍 他今天沒破 對 今天沒破 今天沒破 所以我可以先看一下 好 先繼續放著 像你就之前的線來看 破了 之前是都沒破 對 你就破了隔天站不回來就砍 那我們再看2603 好 2603的長榮 今天長榮萬海都是跌停板 對 其實這策略OK 你看破了 隔天站回來不用砍 然後破了隔天站回來不用砍 所以明天很重要 明天很重要 明天非常重要 因為這種股票你隨便砍 都賺 對 我們就讓它整理一下 那我們再回到2609的陽明 看法一樣 我們說只要它到100 因為它從二十幾塊 漲到兩位數漲到三位數 它一定會有壓力 所以我建議大家 就是在靠近100附近的時候 就要停立 就一定要停立 對 那今天其實已經 有點快到了 92.4 那因為它公佈它的獲利 2.43 就是一個月 對 那其實大家都已經預期出來了 對 這種標普 你有比預期還要好嗎 不錯 滿好的 比預期再好一點點 對 可是其實就是 它長成這樣 可以再好一點 我認為可以再好一點 對 那你要支撐 它這麼大的漲幅 那就是未來 應該有更好的基本面 那散裝今天好多也都跌停所死 面板骨也是 那明天如果打開的話 因為畢竟呢 散裝還是算 傳產當中的強勢族群 因為面板骨是轉弱的 明天跌停打開的話 還是要 先看一下 不要太照鏡 先不要太照鏡 先不要太照鏡 對 先不要太照鏡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就是什麼時候會有完成的 退場解碼區 就是你看到這五點 真的都出現了 你大概要退了 大概要 持股再降低 可能五成再降到三成兩成 這個的話陽明還沒轉落 因為還沒破五日線 可是這兩個都已經有先轉落了 都真的是轉落了 好 支撐 最近快要成立了 快成立 還沒 但這個跌破支撐 17055三天以上 還沒 今天第一天 我們給它兩天時間 技術分析有三日理論 外資連續大賣 這個也還沒 你說今天沒有賣 對 今天買 那這個不成立 今天來今天 融資應該大降 這樣的數字應該非常可怕 空單 但是外資 它還是有稍稍偏空 雖然說現貨沒有賣 但它旗子這邊 還是稍微偏空 這還是要特別注意 好 這一點有成立 強勢股公布季報或營收 股價太高走低 好多 中紅 一頭落股 楊明維崗 今天有成立 稻熊跟非棒轉落 沒有 還沒看到 稻熊還沒轉落 昨天還是漲 非棒有 但稻熊沒有 所以這五點要大家拍起來 如果說都成立的話 可能就真的你手上的持股 要稍微再檢馬了 對 再檢馬了 雖然說大家不喜歡聽保守 對不對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沒錯 那想問一下市郡就說 現在台北股市連續兩天 拉回就800多點 手中的持股我怎麼樣檢視 到底哪一些可以繼續報 再放一下下哪一些要先走 好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假如說明天反彈 或是短線還有反彈 你要怎麼做 因為畢竟都已經跌下來了 對 我剛剛已經先問了吧 已經受傷了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辦 先把傷害降到最低 其實傷害要降到最低 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 來 第一個 基本上強者很強 你獲利的股票我覺得可以續爆 因為有時候你會慌 就是說股市像今天這樣 一路跌下來的時候 你會想先砍掉你賺錢的股票 不是 這是很新的討厭 常常都是這樣 所以我建議你是獲利的股票 代表說它基本面好 你是賺錢的 先留著先不要走 你會先續爆 你跌破成本再出場 跌破成本再出場 對 再來第二個就是 從今天開始 你看你股票 照理說要反彈 因為今天跌那麼深了 假如說你還看到法人 連續賣三天 基本上你還是要換股操作 你的股票法人 連續賣三天換股操作 好 再來假如說真的要反彈 假如 萬一沒反彈不要找我 反彈應該要過今天的高點 假如說三天沒有過 我覺得要換股 除非它是這種長黑K 可是以今天的走勢來看 對 今天的走勢來看 應該要過今天的高點 今天是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應該要過你今天 手上持股的高點 如果這支股票都沒有換 這禮拜就可以跟他撒到拿 你可以稍作換股 除非它是這種長黑K 像2609的陽明 像這種長黑K 那你就是抓二分之一 好 抓二分之一 至少還要稍微站上去 沒有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做一個換股 長黑K的股票 不用強求過今天高點 因為有點難 但至少要站回黑K的一半 對對對 所以你利用這三招 檢視你手中的持股 未來三天相當的重要 好 那事實際我想問一下 你之前有幫大家 推薦了蠻多的熱門股 我想你的LINE群組 也很多人在問 這些個股現在呢 到底該怎麼操作呢 我們從這個營收來看 跟題材來看 跟技術面來看 有沒有哪一線 你認為可能要稍微的小心留意 小心留意 一定是2637的惠陽 它 對 當然我們先前都很看好 但是我們昨天已經講到 它的漲幅 從我們推薦到現在 已經漲了快七成了 那今天真的如果是打到跌停 又跌破五日線 我建議都可以先退場 建議可以先退場 好 那我們昨天節目沒講完 就是我們有提到說 有一檔被挫殺 IC設計的部分 對 IC設計的部分 就是3035的資源 對 好 我們看一下3035 今天很強 今天很強 那其實很多公司 它法縮會開完 它都是利多出境往下跌 對 但資源這檔股票 它反而不一樣 它法縮會開完反而是漲停 漲停 連續兩天 對 重要的是它是聯電子公司 它一定可以拿到聯電的產能 再加上它第一季 它是賺了0.68 我們看0.68 然後去年EPS是1.08 所以獲利幅度相當的高 你看它今天盤中打到這邊 它盤中好像是一度快要跌停 一度快跌停 對 那它縮盤可以這樣拉起來 重點是它的位階 它的位階並不是很高 那我說要把它再拉遠一點 要不要看任何月線呢 倒是不用 它目前位階還不算太高 目前可以再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好 以這個 同樣是這個IC設計組織 對 我們現在講過它的買點 對 它突破這個長黑K代量 這邊劃過來 那今天拉回來 是不是剛好壓力突破轉支撐 打到一個很完美的買點 難怪它又下去 然後就拉起來 對 昨天節目沒有講完 這檔可以特別 而且投信跟外資都是連續三天大買 所以今天有機會拉了一個 我記得尾盤好像拉了差不多五個Percent 對 差不多 算相當強 因為今天台股是重挫的 它能打到快跌停 然後拉起來 拉著一根超長的下影線 後續可以值得觀察 好 剛才那個航運的部分呢 包含長榮 陽明跟志遠 這個氏菌都有非常詳盡的解說 如果說你對氏菌的吃果操作 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資料 可以跟氏菌聊聊天 可是其他當中 我想問一下記憶體的部分 還有這十英元件 我們來看一下 對 3042的經濟 我們先看一下 它很難做耶 很難做啊 對啊 本來很看好的 我們一講就開始跌這樣 那怎麼辦啊 我覺得是被錯殺 因為我今天的資料我沒有看 因為我看外資也是連續 三天四天都是呈現一個大買超 基本上十英元件在5G啊 車用它都相當廣泛 如果它這樣跌下來 你看一下 這邊是有根大量 對 長AK 今天拉回測試了 拉回測試 假如說它今天低點不破 我覺得不要殺低 不要殺它了 千萬不要殺低 對 因為我覺得它也是算是被錯殺 你看它第一季的獲利相當不錯 對 2.38 然後去年是賺了4.36 它的毛利率也有到35% 毛利率也是非常的高 那第一季賺的也是非常高 銀收也是創立值新高 哇 那最近三天 法人也買超了6553張 那怎麼會跌成這樣 所以說有可能是被大盤拖累 電磁股間 對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被拖累 對 那旺宏的部分呢 記憶體 好 我們看一下2337的旺宏 2337的旺宏呢 這檔股票也是蠻多人有的 對 你之前講到no flash目前供不應求 持續漲價 對 其實我覺得它之前跌下來 就是因為它第一季只有賺0.15 對 那這個利空已經消化差不多了 因為它今天也 今天也留了一個下影線 對 那假如說 剛好最近法人都在賣 好 你觀察一下 假如說外資它的賣超減還 有機會它這邊做一個直跌 維穩 而且它的大客戶是任天堂 對 下半年會出很多新的遊戲 對 就是它的動能會慢慢的起來 所以旺宏的話 第一個它基本面 因為下半年任天堂 已經講了非常非常多的 重量級的遊戲 要來推出 對